很多兄弟在和敌人对枪的时候都会用到一些跟法 比如横拉枪秒蹲 最后再接一个赛的一起的大跳 但兄弟们有没有发现 自己的大跳感觉跳的样子很呆 距离很短就类似这种姿势 而别人的大跳感觉才是真正的大跳 知识帅而且幅度大 那么如何百分百保证自己每次大跳都是正确的呢 兄弟们差距准 刚刚从官方上打听到 5月1日将免费送入58个荣耀勋章 亏了呀 怎么走光会变得这么大方了 荣耀勋章都一次性几十个的送 记住啊兄弟们 5月1号不要白不要 说回大跳 其实就是轮盘的掌握 当我们水平往左右或者后方拉轮盘时 你们看我们人物是这样走的 此时如果不加开火键按跳 人物就会这样跳呆呆的 所以加上开火键 人物也不会这样呆呆的跳着开火 但是当我们斜着往前拉轮盘 我们会进入急跑 这种状态再按跳 我们就会跳得很远 而且我们在这种状态加上开火键 然后再按跳 我们便能够大跳成功 但是兄弟们注意了 成功的大跳实际上和我们是否进入急跑 并无直接联系 只和我们的轮盘角度有联系 比如你们看这里 我们以小角度往斜前方拉轮盘 人物没有进入急跑吧 但按下跳跃 我们依然能够实现大跳 即使加上开火键也是没问题的 所以关键的来好兄弟们 想要正确的大跳 其实就一点 在你按跳跃键前 一定要保证你的轮盘是斜着往前拉的 比如我们刚开始开火 是水平往左拉 如果我们继续保住轮盘不动 按跳肯定会出现呆呆跳对吧 但如果我们后续在跳之前 把轮盘稍微往前滑了一点 此时我们再按跳 就会是一个成功的大跳了 想用出跳得更远的急跑大跳 必须得停火一下才行 因为保持开火的状态 咱们是一定不能进入急跑的 这个当然能理解吧 不过需要停火等进入急跑 这个停火键还是挺致命的 所以平时实战 我们用这种持续开火的大跳 就是最合适的 它距离也不短 同时还能保证开火不间断 打中了吧 来看看